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英国首相特雷沙梅26号强调英国和欧盟达成的脱欧协议可以确保英国永续脱欧 并表明议会下议院将会在12月11号表决协议草案 有记者披露议会将会就协议进行五天辩论 不过很多议员都声称会否决协议 对于美国政府日前在美墨边境对试图非法越境的中美洲移民投掷催泪弹驱赶 并暂时关闭一处边境检查站 特朗普26号为美国边境执法人员辩护 并威胁如果有必要 美国将会永久关闭边境 杜绝非法移民入境 感恩节周末刚过 美国中西部多个城市呢 26号遭到了暴风雪的冲击 多地交通受到影响 上千个航班停飞 车辆行驶也受到阻碍 不少旅客滞留 美国国家现象局表示 这场暴风雪的风速高达时速72公里 各位早 今天头条带您关注到乌克兰和俄罗斯海军船只 25号在两国之间的克斥海峡爆发冲突 那后续消息呢 是乌方只两艘海军船只遭到俄方船只开火击中 有六名船员受伤 并有三艘船遭到俄方扣押 据报多达24名乌方船员被扣留 俄方更是一度封锁克斥海峡大桥下的 唯一通道 两国关系进一步紧张 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签署为期30天的戒严令 从28号起实施 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通过电视讲话宣布 已经签署戒严令 乌克兰将从28号上午9点开始 在全国范围内实施戒严令 不过就从早前提议的60天改为30天 戒严令颁布后 乌克兰当局可以采取一系列措施 包括关闭边境 限制外国人入境 禁止政治集会或示威等 波罗申科早前表示 俄罗斯粗暴扣留乌克兰船员和船只 做法违反国际法 要求俄方立刻放人放船 他又指 俄方的行径等同侵略 对乌克兰构成极大的威胁 另一方面 俄罗斯外交部26号召见 乌克兰驻莫斯科使馆临时代办 尼姆钦斯基 抗议两国海军船只爆发冲突 尼姆钦斯基下车时 深情严肃 没有回答记者提问 俄罗斯外交部指出 已经将抗议书递交给尼姆钦斯基 这次乌俄的海上冲突 发生在克兹海峡 根据乌俄双边条约 亚素海与克兹海峡 是两国的共同领海 但自从俄罗斯 2014年吞并克里米亚后 对有关水域的控制 已经越来越牢固 乌克兰表示 两艘乌方炮艇和一艘托船 驶进克兹海峡时 遭俄方船只拦截撞击 乌方强调 释发海域属于国际水域 而且事前已经知会俄方 三艘海军船只 会使经克兹海峡 批评俄方是军事挑衅 俄方其后 一度封锁克兹海峡大桥下 唯一的通道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俄罗斯克里米亚海港企业总经理 沃尔科夫表示 克兹海峡的航运 在26号下午已经恢复了无害通航 所谓无害 是指外国船只以海洋法 在不损害沿海国家安全的情况下 通过领海 俄罗斯克兹海峡的管理局新闻发言人表示 根据2003年俄乌两国所达成的 亚述海和克兹海峡的协议 乌克兰军警船只进入海峡 也必须要得到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的 深核的报备 但是侵犯俄罗斯边界的乌克兰海军的 三手舰船并没有按照程序报备 因此被依法拘留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 克里米亚边方局新闻处此前表示 三手乌克兰海军舰船 违反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19和21条规定 越过了俄罗斯国界 并进入到俄罗斯临时关闭的水域 从黑海死往克兹海峡 还有两艘乌克兰海军的装甲炮船 以极快的速度 从比尔江斯克向克兹海峡防线航进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 立即采取了一切必要的措施 阻止了这一故意的调讯 同时连接黑海和亚述海的克兹海峡 于11月25号为了安全起见 对民用船只的通行予以关闭 俄罗斯外交部表示 金服的挑讯旨在通过宣布实行 暂时状态来刺激乌克兰 并加大反俄的制裁 挑讯的目的也显而易见 通过宣布实行暂时的状态 煽动西方反俄的情绪 在此背景下 乌克兰总统波罗森科看来 更容易开展自己的明年3月份的竞选活动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指出 俄方在克兹海峡的事件中 按照国际的惯例采取了措施 因为外国军船进入俄罗斯领海 他并没有回答俄罗斯边防人员的任何的问询 也没有对有声导航等类似的行为 做出任何的回应 俄罗斯克兹海峡的边防人员 按照在必要的情况下 关闭了国境的规定 采取了措施 不能称其为攻击的行为 凤凰卫视卢宇光 莫斯科报道 乌克兰和俄罗斯的海军船只 25号在两国之间的克斥海峡 爆发冲突之后 俄乌之间是局势紧张 包括首都基辅在列的多个城市 爆发反俄示威 在乌克兰首都基辅 大批示威者在俄罗斯大使馆外抗议 他们点燃火炬 又使用烟雾罐 现场浓烟漫步 充斥着愤怒的呼喊 场面混乱 有的示威者挥舞着 作为乌克兰国家象征的黄蓝旗帜 还有的右翼组织成员 挥舞着党派旗帜 呼喊着荣耀送给国家 死亡送给敌人 当地的右翼党派成员 聚集在国会前进行演讲 要求政府终止2003年与俄罗斯签订的关于亚素海和克赤海峡作为两国共同领海的双边条约 在驻哈尔科夫的俄罗斯总领事馆外 数十名右翼组织成员向馆内投掷鸡蛋和火把 示威者又焚烧俄罗斯国旗泄愤 呼吁政府与俄罗斯断交 并将乌克兰境内的俄罗斯企业国有化 示威者举着标语 站在语中表达不满 有的抗议者还烧起了轮胎 周围聚集了围观的群众 当地的警察站在领事馆外 维持秩序 示威未有严惩冲突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好我们来看看网页上的最新消息 来关注到对于这次俄乌之间爆发 在克施海峡的冲突呢 联合国安理会召开了紧急会议 在会上美国助联合国代表黑利表示说 俄罗斯的行为呢是违法的 正在阻碍华盛顿和莫斯科之间的关系正常化 他说美国方面的随时欢迎和俄罗斯关系正常化 但俄罗斯的非法行为正在让这一切变得不可能 同时呢 黑利也表示说 俄罗斯正在粗暴的侵犯乌克兰的主权 国际社会必须要谴责这一傲慢的行径 同时他也表示呢 俄罗斯一定要停止这样的非法行为 另外我们关注到俄罗斯方面的回应 则是说呢 乌克兰正在和美国等国家合作来激化矛盾 同时德国总理穆克尔也是致电 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 呼吁俄乌之间通过对话协商来解决问题 好关注到对于这次事件呢 美国总统特朗普也是做出了回应 他表示呢 自己不高兴 不喜欢看到所发生的一切 希望问题可以尽快得到解决 同时他说呢 欧盟各国领袖也对于发生的一切感到不高兴 正在通力合作 希望可以解决问题 同时特朗普在同一次回应记者的提问上面呢 也表示说他谈到了这个 英国和欧盟达成脱欧协议的草案 他说这个草案看起来呢 是有利于欧盟的 很有可能会让英美之间的贸易变得更困难 好我们来看其他消息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腾贝格26号主持紧急会议 和乌克兰大使就俄乌在克制海峡的冲突进行讨论 斯托尔腾贝格在会后警告说 俄方必须要为自己的行为承担后果 斯托尔曾被革命指出 他已经和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通过电话 波罗申科向他表示 乌克兰将会为了应对事件实施30天的戒严令 但这不会对明年总统大选带来负面影响 戒严也不会反而乌克兰的民主机构运作 相关话题 我们请时事评论员李伟先生为大家点评分析 李伟先生早 前前早 我们看到俄罗斯和乌克兰因为海巡船只爆发的冲突 还在持续发酵 两国关系如果恶化会带来什么样的恶果 这两个国家在历史上曾经是一个国家 后来又分开 另外关键现在就是分开也是两个邻国 就是邻居 作为邻居 不管你乐意不乐意一定要和睦相处 有什么问题要坐下来谈而不要激化 尤其是作为域外国家 就跟这个邻居没什么关系的别的地区国家 也应该是鼓励任何一个区域的国家的邻居 相互要搞好关系 那么俄罗斯和乌克兰的矛盾呢根本就是域外国家来挑拨 然后这个域内有关国家呢利用这个国际上的这个力量呢来完成自己的一些政治目标 使得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关系现在越来越紧张 那么意外国家最简单就是美国啊 美国呢一直是鼓励这个乌克兰跟俄罗斯去闹矛盾 闹矛盾它的目的为什么呢 让乌克兰去牵制俄罗斯 牵制俄罗斯的精力呢 美国的军事压力来自俄罗斯就会小一点 那么这样的话呢 看这个过程就可以看出来 这个事情不管事态是怎么发展的 现在呢就是很明显 域外国家就支持乌克兰 不管有没有道理啊 那么俄罗斯当然就更加感到压力 就可能会来自国际社会 不管是来自美国还是欧洲的对俄罗斯的进入的压力 但你会发现呢 因为明年乌克兰呢要进行总统选举 很多人认为呢 任何一个选举前呢 有些政治家呢总是想把这个社会搞得热闹一些 然后引起关注民族主义呢 就得到张扬 那么民族主义得到张扬呢 民粹的票呢就能够留给有关的政治家 你不要像特朗普前一段就是这么一个例子 所以呢 俄罗斯和乌克兰的矛盾 主要还是域外矛盾的延伸和扩张 确确 嗯好的 谢谢李伟先生的点评分析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回来有环球聚焦 一会儿见 欢迎回来我们关注到中共无家主席习近平 本月27号到12月5号应邀访问西班牙 阿根廷巴拿马和葡萄牙四国 而西班牙呢是这次访问的首站 相关消息我们马上连线特派到马德里的记者曹杰来了解一下 曹杰你好 习近平主席这次访问西班牙形成有什么样的看点 另外西班牙各界对于他的访问有什么反应呢 是的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7号当地晚些时候会抵达马德里 那这次也是西班牙时隔13年再次迎来中国国家元首的到访 西班牙的国王首相参专两院的议长当地的政要 他会在晚些时候同习近平举行会谈 另外这次西班牙的国王菲特贝六世也会在他的马德里王宫 专门设下欢迎晚宴 欢迎习近平一行的到访 那两国也这次也会借助习近平访问西班牙的机会 签署一系列涉及经贸 基建人文交流等多领域的合作项目的协议 尤其是加强一带一路项目 寻求第三方市场等务实开发方面的交流 另外这次呢 也是习近平在出席20国集团阿根廷峰会之前到访欧洲 所以西班牙周边的欧洲国家呢 也非常关注习近平这次的到访来看 究竟中欧双方未来在哪些方面可以加强务实的合作 那在西班牙当地 我们从当地的学者的口中呢 也就了解到 其实虽然当地一些媒体 包括一些欧洲的媒体呢 会对目前中欧的合作前景呢 持一些不同的看法 但是西班牙目前所持的一个积极的开放的态度呢 其实也是反映出了 欧盟主要的国家对于寻求同欧中国的合作呢 所抱持的一个共同的态度 所以大家也都希望这次能够看到 中欧双方呢 能够借高仿的机会呢 加强更多的武士的合作 那以上就是我们在马德里当地的观察报道 好的 谢谢曹杰 我们来关注到西班牙 那近年来和中国的民间交流紧密 吸引了更多西班牙当地人学习中文 西班牙当地主流社会希望 借助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即将对西班牙展开的国事访问 推动两国更多年轻人去学习对方的语言 增进对彼此的了解 西班牙国王菲利培六世的长女 莱昂诺尔虽然只有13岁 但学习中文已经有多年时间 作为西班牙王位第一顺位继承人 莱昂诺尔学中文 被外界看作是西班牙人 关注中国的生动体现 这个就是跟皇家的教育有关系 他们知道他将来要成为西班牙的女王 所以这个就是跟他的教育 就是准备他当女王的一个做法 懂不懂 我觉得这个我们的国王也外语也讲得很很好 很不错 就是怎么代表国家 最好的办法就是你的外语就是多一点 菲萨赫任职的马德里自治大学 也是西班牙国王菲利培六世曾经就读过的高校 菲萨赫告诉我们 他领导的研究中心 每年都会录取约40名当地新生学习中文 根据中国驻西班牙大使馆的统计数据 目前西班牙超过5万人学习中文 参加中文水平考试的人数据欧洲第一 不过菲萨赫提到 目前在西班牙可以购买到的 用西班牙文翻译的中国图书数量还是有限 作为翻译过多部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的翻译家 菲萨赫希望看到有更多的同行 能够将更多的中国书籍翻译成西班牙文 让当地人更好地了解中国的实际发展情况 不能说就是西班牙人对中国的理解很特别丰富 但是了解至少知道中国已经正为一个 在整个世界上已经正为一个伟大的国家 就是没人可以否定就是在任何 不管是经济或者政治是中国有一个地位 懂不懂 所以他们还是觉得应该多了解中国的情况 所以他们还是希望他们的孩子就有更好的机会 就学一点汉语 中文能够成为西班牙中小学以及大学受到欢迎的热门学科 自从西班牙社会各界看重与中国的积极交流 有直接的关系 西班牙的政要在不同场合都曾经表示 家常与中国的合作不仅仅是因为看重中国的国际地位 更是看重中国的发展前景 富汉卫视曹杰张顿马德里报道 中欧经济高级别会议汉堡峰会 当地时间的11月26号在德国北部城市汉堡开幕 德国前总理汉堡峰会荣誉主席施罗德在开幕式致辞 他强调了目前国际环境不稳定 中欧之间的政治和经济连接就更加重要 汉堡峰会每两年定期举行 旨在为中欧之间搭建公开对话的平台 促进双方经济合作与发展 中国欧洲与美国之间的贸易关系 欧洲如何重新平衡以及加强全球贸易关系 和中欧投资合作成为今年汉堡峰会的重点 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会长李宗发表了开幕致辞 肯定了中欧之间经贸关系发展稳定 双向投资持续攀升 而在当前全球形势复杂多变的背景之下 应当加大创新 以数字化引领中欧经贸合作发展 中国作为全球最具潜力的市场 中欧的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的升级 将会带动欧盟的经济复苏和就业的增长 我们双方应该加快推进中欧投资协定 谈判早日完成 鼓励双边投资增长 为全球经济回暖注入新的动能 德国前总理汉堡峰会荣誉主席施洛德 也在开幕式中发表讲话 再次强调了目前不稳定的国际黄金 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国家挑战国际规则 因此中欧之间的政治和经济连结就更加重要 而中国正在修建从陆路海陆以及网络维度上 沟通中欧的走廊 而德国也非常欢迎这样的机遇 那些重要的小关系 最重要的大关系 还要是深刻 再次增长的绘廁 再次增长的绘� 因为在特别中的自由 凤凰威士三千 德国汉堡报道 特雷莎梅到议会下议院 争取议员支持脱欧协议 她说协议是正确的 可以确保英国有序脱欧 英国与欧盟公民的权益 日后也得到保障 她并表明下议院将于下个月表决协议草案 特雷莎梅又重申 协议可以让英国在边境 财政及司法上取回控制权 而在协议执行期阶段 一切贸易按照现行条项进行 即使到执行期结束 英国与欧盟的关系还没准备妥当 协议也确保日后 北爱与爱尔兰之间不会出现硬边界 她说理解部分议员 关注英国可能受制于协议中的担保方案 失去话语权 但她表明没有担保方案的话 就不可能有脱欧协议 而且英欧都不希望真的用上方案 协议可以让双方尽力避免方案生效 不过无论是亲欧还是一欧派议员 都猛烈抨击协议 苏格兰民族党领袖布莱克福德指出 苏格兰支持留欧 但协议让苏格兰遭剔除于欧盟之外 英国前外向约翰逊就质疑 协议是否真的能让英国取回控制权 因为它很难看到这件事 可以专业到商业人或任何人 当你半个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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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产心 不少议员声言会否决协议 有议员甚至再次要求举行第二次脱欧公投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美国政府日前在接壤墨西哥边境 对试图非法越境的中美洲非法移民投掷催泪弹来驱赶 并且暂时关闭了一处边境检查站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对边境执法人员辩护 认为是采取了必要的措施 那特朗普还发出威胁 表示如果有必要的话 美国将会永久关闭边境 杜绝非法移民入境 对于数百名中美洲大篷车移民 25号聚集在美国圣地亚哥与墨西哥地华纳边境 试图冲破进入美国的圣伊西德罗入境口岸 美国海关边境保护局关闭了入境口 并对试图冲破隔离墙的移民发射催泪弹 特朗普26号表示 美国执法人员是采取了必要行动 阻止非法移民入境 10月中旬以来 数千名来自宏都拉斯 威地马拉和萨尔瓦多的中美洲国家移民 进入墨西哥南部通过步行等方式北上 于11月中旬陆续抵达墨西哥与美国的边境城市 大多数移民希望通过合法登记进入美国寻求庇护 华盛顿邮报早前称 特朗普与墨西哥新政府已经达成协议 让这些移民在墨西哥等候美国移民机构 对他们庇护申请的受理 但墨西哥政府官员随后否认与美国达成了任何形式的协议 特朗普当天在推特上对非法移民发出威胁 称如果有必要 美国将会永久关闭边境 特朗普认为墨西哥政府应该遣返大鹏车移民 他们当中有人是罪犯 无论他们通过汽车还是飞机等任何形式 都绝不会进入美国 特朗普还再次呼吁美国国会 为修建美墨边境隔离墙提供资金 凤凰卫视 王宾如 王天逸 华盛顿报道 我们来看一幅相关的漫画 从刚刚新闻当中大家可以看到 美国总统特朗普以及美国的边境执法人员 对待现在聚集在美墨边境的中美洲非法移民态度 是非常的强硬 这很明显了 那新闻当中刚刚也提到说 现在很有可能美国方面会接受这批非法移民提出的庇护申请 但是怎么受理 每天受理多少 这个数量还不确定 我们看到这幅漫画当中 美墨边境墙 美墨边境竖起了高高的铁丝网 边境墙变成了大大的no字 不要进入 而且上空还盘旋着直升机 很有可能又要投掷催泪瓦斯 我们看到大批的非法移民正在不顾这一切的阻挡 密密麻麻的人潮拼命的希望往前挤达 脱家带口 带着孩子带着自己的家当 想要通过这个no字中间这个窄窄的戏缝挤进美国 好 我们休息一下 回来有来自两岸3D的最新消息 一会儿见 各位早 欢迎来到2018年11月27号 T72的凤凰早班车 我是全全 我们来看今天的重点新闻 乌克兰和俄罗斯海军船只 在两国之间的克斥海峡爆发冲突 局势紧张 乌克兰总统签署为期30天的戒严令 从28号起实施 安理会就冲突召开紧急公开会议 俄方指责乌克兰和美国等国家合作 激化矛盾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本月27号到12月5号 应邀访问西班牙 阿根廷 巴拿马和葡萄牙 首战西班牙是中国国家元首 时隔13年再次到访当地 习近平将会和西班牙领导人举行会谈 并见证多个合作文件的签署 英国首相特雷沙梅26号强调 英国和欧盟达成的脱欧协议 可以确保英国有序脱欧 并表明议会下议院将会在12月11号 表决协议讨案 有记者披露 议会将会就协议进行5天辩论 不过很多议员都声称会否决协议 对于美国政府日前在美墨边境 对试图非法越境的中美洲移民投掷 催泪瓦斯驱赶 并暂时关闭一处边境检查战时 特朗普26号为美国边境执法人员辩护 并威胁 如果有必要的话 美国将会永久关闭边境 杜绝非法移民路径 感恩节周末刚过 美国中西部多个城市 26号遭到暴风雪冲击 多地交通受到影响 上千个航班停飞 车辆行驶也受到阻碍 不少旅客滞留 美国国家气象局表示 这场暴风雪的风速 高达时速72公里 英国驻美国大使达罗克 26号在华盛顿表示 英美两国关系 依旧维持着紧密的状态 英国坚信 未来英国和中国关系 将会以参与中国经济发展为主 他又认为一国两制 在香港运行良好 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所 周一在华盛顿举办论坛 探讨英美两国关系 英国驻美国大使达罗克表示 英美两国当前依旧维持 所谓的特殊关系 两国政策制定人士 联络紧密 这使得两国在制定和实施 相关政策方面保持一致 达罗克表示 中国和英国两国的关系 近几年来持续稳定的提升 香港自回归中国以来 经济保持繁荣和增长 司法体系保持独立 达罗克表示 尽管美国两党呈现出两极化的格局 但英国与美国两党的沟通渠道 依旧保持畅通 他指出 在英国脱欧协议推进的同时 英国还正在与美国协商未来的贸易关系 深圳一名科学家宣称 一对通过基因编辑技术 具有艾滋病免疫能力的婴儿 近日在内地诞生 国家卫健委26号发表声明 表示高度重视 要求广东省卫健委认真调查核实 并及时向社会公开结果 有关科学家表示 一对名为露露和娜娜的基因编辑婴儿 本约在内地健康诞生 并形容这是世界首例 但没有披露更多详细资料 根据实验的审查申请书 实验在去年三月展开 采用基因编辑技术 令胎儿植入母体子宫前 就获得抗击霍乱 添花以及艾滋病的能力 不过目前这项技术并不成熟 存在巨大风险 因此将这项技术用于改造人类胎儿 被科学界视为违反医学伦理和不道德 国家卫健委要求广东省卫健委 认真调查核实这项信息是否属实 本着对人民健康高度负责和科学原则 依法依规处理 并及时向社会公开结果 广东省卫健委与深圳市医学伦理专家委员会 已展开调查 负责这个项目的科学家贺建奎 是深圳南方科技大学副教授 大学表示 贺建奎已于今年二月停薪留职 他这项研究是在校外进行 校方并不知情 并批评他的做法违背学术伦理与规范 富豪卫视综合报道 好台湾方面有哪些新闻重点 我们请祝台北记者蓝镜图来告诉大家 镜图早 全天早 各位观众早安 台湾方面报纸焦点来看联合报的讯息 台湾的九合一选举落幕 国民党在全台22个县市中拿下15个县市的执政权 蓝军士气大政也牵动了2020大选的布局 党内精英是纷纷的表态 其中新北市长朱立伦因为扶植新北市长当选人侯友宜接班成功 在党内形成了势力 昨天朱立伦被问到未来的动向时表示 所有的可能性都不会排除 而被视为泛蓝的台湾前行政院长张善政昨天也坦言 有很多劝禁的声浪 但他还在思考 接着要来看的是中国时报 在这一次选举中带领蓝军视如破竹的高雄市长当选人韩国瑜 下个月才要正式的上任 但他是已经开始想要兑现选前的承诺 就是要来拼经济 在企业家的邀请之下 他已经是决定要出席12月3号在厦门举办的两岸企业家峰会 韩国瑜希望借此行销高雄促进两岸的交流 而台北战今天采访重点就要继续的关注韩国瑜掀起的这一波寒流 韩国瑜在当选之后表示要用九二共识来评经济 以获得许多党内县市长当选人的响应 有观光和旅游业者就说 蔡英文政府上任这两年多以来 因为错误不当的两岸政策 重挫了台湾的观光和旅游的相关产业 但随着蓝军在选举中大胜 大陆游客赴台旅游人潮渴望增加 预估会提升一到两成 而另外台湾海军近日是发出了实弹射击的报告单 内容就指出海军将从30号到12月1号 连续两天的上午要在太平岛附近的海域 实施地面武器射击 但台军声称是海军舰体到当地实施例行性的运捕任务 舰载的直升机需要从后甲板起飞 所以才会管制当地的空域并不是要进行实弹射击 相关消息台北站持续的关注 接下来镜头再转回到香港全全 好的谢谢镜头 我们来关注到中国改革开放40年 在社会经济发展以及科技创新领域 所取得的成就能让世界瞩目 巴基斯坦前驻华外交官表示 在保护主义和当天主义抬头的情况下 相信中国会坚持多边与开放合作 为世界多边合作模式 以及全球自由贸易体制开启新的局面 我们来看中国改革开放40年系列报道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见证者和亲历者 自由变在中国上海长大的巴基斯坦前驻华外交官 泽米尔·阿万 向记者谈到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 在经济政治和社会方面所经历的巨变时表示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落后 物丝匮乏 而等到了改革开放30多年后 他再到北京出任外交官时 中国已在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方面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 在1980年 我当中学生在中国 当然经济是很坏的 饭量的食物 饭量的食物 在国家有一个国家的档架系统 然后在2010年到2016年 我在巴基斯坦尔·阿万 阿万称 中国在短短40年内 通过资历更生在社会经济发展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 越局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这一切都离不开中国人民的艰苦奋斗与勤劳务实 同时也离不开中国领导人的远见着实 中国在发展的过程中 也对世界做出重要的贡献 阿万表示 中国为世界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强劲动力 随处可见的中国商品和中国制造便是例证 不仅如此 中国所取得的成就 也推动了经济全球化 朝着更加开放 包容 普惠 平衡 共赢的方向发展 泽米尔阿万还表示 郑运努劳领导的巴基斯坦新政府上台后 对中国改革开放所释放出来的发展潜力 和所取得的成就生成折服 并希望学习和借鉴中国改革开放的治理经验 以便解决巴基斯坦社会经济发展乏力的难题 早前结束访华的总理伊姆兰涵 会将中国的改革开放经验 作为新政府历经投掷的榜样和目标 富汗护士记者张丽峰 巴基斯坦伊斯兰法 报道 来关注到美国股市是全线收高 投资者趁低进场 追捧早前相对低残的能源股和金融股 而网购星期一也让零售股受惠 三大指数都录得本月7号以来的最好单日表现 道琼斯购业平均指数收报24640点 涨354点 涨幅1.46% 纳斯达克指数收报7081点 涨142点 涨幅2.06% 标普500指数收报2673点 涨40点 涨幅1.55% 详情请看驻纽约记者发回的报道 我们来看今天华尔街股市走势情况 美股在周一追随海外市场高开高走 亚欧股市表现强劲 国际油价反弹 都帮助提振了市场情绪 也帮助美股从上周的重挫当中强势反弹 那今天道指市收涨超354点 大多数的道指成分股都在今天全天维持涨势 银行股领涨 美国运通收涨3.73% 而微软以及旅行者保险都是上涨超3% 也是涨幅居前 那么随时包括高盛 摩根大通 Visa以及思科系统 今天都录得了非常强劲的涨势 只有联合科技集团表现最差 收盘下跌不足1% 标普白指数今天收涨1.55% 所有行业板块都维持涨势 非必需消费品板块领涨大盘 收涨2.6% 科技板块在五盘过后 涨势迅速扩大 最终收涨2.25% 而包括电讯板块以及金融板块 今天都是涨幅居前 科技板块的表现 提振纳指今天稳定收高2.06% 在上周五 美国的原油期货价格出现7.7%的重挫 但是今天油价回升 也提振原油期货价格收涨2.4% 环境期货价格今天收跌不足0.1% 美元指数则是全天维持小幅的涨势 另外呢 今天亚马逊股价是收涨5.28% 由于今天是美国的网购星期一 包括白斯曼以及塔吉特等零售巨头 在今天的表现 也是成为市场关注的焦点 那么在科技各股方面 特斯拉今天是收涨超6.5% 而谷歌字母表 以及苹果在盘后的跌势 是有进一步的扩大 那么以上就是星期一 美国股市情况 凤凰卫视程经纬 纽约报道 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表示 欧元区的经济增长逐渐放缓 是一个正常的发展 又指放缓可能只是暂时现象 德拉吉指出贸易保护主义 新兴市场风险 以及金融市场波动 仍然是风险所在 他指出经济增长前景 虽然比先前预期的有所减弱 但无改他对通胀前景的看法 德拉吉又提到 欧洲央行的资产购买计划 会如期在今年12月结束 而为了确保通胀 达至央行的目标水平 在资产购买计划完结之后 央行仍然会维持在 适度的货币刺激措施 中国加大稳定经济的努力 那民营企业是获得支持 有企业主表示 期待政府的普惠性 以及政策的普惠性 以及连续性 以增强投资信心 并且希望市场的活力得到保护 私有产权也进一步得到尊重 我们来看今天的中国透视 提振经济 中央要求支持民营企业 有企业主表示 明显感受到工商税务等部门 办事效率提升 使企业有更多精力 放到经营中 而对于从中央到地方 积极与民企座谈 竖解困难 有企业主表示 期待中央的政策 措施高效明确 相关的政策 应该具有非常强的普世性 和直接的执行性 比如说我们的增值税 由17降到16 这个个税的上限由3500 提高到5000 而不是让每个省或者具体的市 再去发明政策 这个一个是时间很慢 再一个呢 可能让地市政府去这么详细的去研究 也出来的政策 要想具有非常强的可操作性 这个是一个挑战 身处环保行业 董正说深深感受到一些地方政策的起步不定 甚至高速逆转 前一阵子在鼓励 可能没过多久又要命 对企业伤害实在太大 期盼新一轮的提振经济措施具有连续性 另外相比与国进民退 董正更担心的是市场的萎缩 当关闭某些市场一定要开辟新的 就好像不让马路边摆摊 就一定要开设农贸市场 不能把供需搞没了 当老板无法确定明年的时候 他很有可能会缩减生产规模 销售规模 营销规模 他会缩减员工 那么这种情况下 就会莫名其妙的经济 不仅仅是宏观经济会陷入徘徊 而最主要的是 市场一旦失去了流动性和交易规模 就是这种不确定性的 其实市场需要恢复的信心 是一些基本的东西 就是对私有产权的保护 以及个人财产权的保护 以及对市场的这种丰富性和流动性的市场存量的保护 这个是根本 不仅要解决前一段时间一些言行 对民企业家形成的刺激 甚至是恐慌情绪 更要小心地呵护民企业赖以生存的市场环境 而中国在解决国内问题的同时 也要加强国际应对 中美贸易战看似缓和 但前路毕竟充满了更多的博弈 如何应对 请您收看明天的中国透视 凤凰卫视 陈林 杨晨 北京报道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回来有专线大观 一会儿见 欢迎回来 我们来关注一个网页上的消息 让我们来抬头仰望一下星空 关注一下太空科技 美国太空总署NASA的探测器 洞察号经过了长达6个月 4亿8千万公里的航行 是终于成功地登陆火星 准备深入地表开始挖掘了 这个洞察号 其实控制员说 因为洞察号登陆之后 火星和地球之间有一定的距离 所以在洞察号成功登陆8分钟之后 地球方面才可以确认这个消息 这个消息得到确认之后 我们看到照片上 NASA的控制员们都纷纷的鼓掌欢呼 另外据介绍说 洞察号的任务为期两年 它是要帮助科学家们了解 火星内核的大小 成分以及物理状态等等 整个计划的成本接近10亿美元 现在探测器虽然是已经成功登陆了 但是是否能够正常运作呢 还不知道 NASA方面也会密切地监察 我们继续看到美国方面的消息 美国中西部有多个城市 26号遭到暴风雪的冲击 多地交通受到影响 上千个航班停飞 车辆行驶也受到阻碍 感恩节的周末刚过去 正是人们结束假期返回工作的时候 但不少旅客却滞留在 受到风雪席卷的中西部地区 在西部城市芝加哥 降水量多达30厘米 芝加哥航空部表示 受暴雪影响 芝加哥奥黑尔国际机场 截至26号上午10点前 共取消了1509个航班 芝加哥中途国际机场 截至26号凌晨 一共取消了192个航班 许多旅客被迫滞留在机场 等待天气好转 地面的交通状况同样受到影响 在爱奥瓦州的贝文顿市 雪掩埋了道路 飞速的风雪导致高速路上 能见度非常低 车辆的行驶严重受到影响 美国国家气象局表示 这场暴风雪的风速 高达时速72公里 而在伊利诺伊州北部的 罗克福德市 一段岩石摄影 清楚地记录了 当地一小时内雪越下越大 路面逐渐变白的画面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圣诞节将至美国白宫的 26号发布片段 展示第一夫人梅拉尼亚 主理的白宫圣诞装饰 为人民之家注入浓厚的节庆气息 在白宫公布的影片当中 梅拉尼亚带领镜头 走进一个美轮美奂的童话世界 高达5.5米的官方圣诞树 按照传统放在蓝厅中央 走到东厅 走廊两侧放满了40多棵红色圣诞树 还有纪念军人的金星家庭树 另一个看点是四个定制的壁炉架 展现纽约 芝加哥 旧金山 等多个主要城市的天气线 在国家宴会厅 将丙屋仿造国会广场的建筑样式 制作而成 栩栩如生 这次为梅拉尼亚第二次主理白宫圣诞装饰 今年的官方主题是美国宝藏 旨在表彰美国的独特传统 白宫下个月将会举办 100多场开放活动 接待超过3万名游客参观 我们来看看各地的天气情况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祝您一天好心情 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